我们今天这个身呢 也是性光变现的 这是讲的硬化身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性的光啊 迷失了 或者说这个光里面掺杂 许许多多的污染 不清净了 于是变现这个身呢 这个身就色相就不壮严了 我们这个掺杂了些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烦恼 无量无边的 经上讲的八万四千烦恼 无量烦恼 我们今天确确实实 是堕在无量烦恼里面 把我们本性的光明 完全遮盖住了 虽然遮盖啊 它还是起作用 就如同下雨阴天 云彩把太阳光完全遮住了 它还起作用 它还会从云层透一点过来 我们今天这个色身 六道的身 乃至于 恶鬼地狱身 都是 浓云弥补里面 那个星光透露出来的一份 那么怎么会变现这个复杂的世界呢 这下面讲呢 其无明风 风是比于 比于它动 心动啊 因为对于四十真相不明 这个无明就是不明啊 它才会动 假如对于四十真相通通明了 好 那个心呢 就不动了 不动就是 不期望念了 期望念呢 就是因为对于四十真相不了解 它才会期望念呢 这就叫无明风动啊 这就叫无明的心动了 那么每一个人 所谜的 浅深广辖都不相同 所以一切众生呢 共同造的这个夜报 这就是世法界 一正庄严呢 这个世界的 生起 是这么一个原因呢 生出来的 那么经上用一个炮来做比喻 这个比喻啊 让我们容易理会 你看呢 性海像大海 真如本性啊 像大海一样 这个大海遇到风啊 风吹的时候 会起水炮 水炮 无量无边啊 大海是一个 都是海里面起的水炮 那么形成水炮的时候 是一个水炮一个水炮 它是有个别的 不相同的 可是水炮要是破裂了 又回归到大海 就又是一样的 这就是你迷的时候 好像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一样啊 绝无量之后 就那个水炮破碎了 回归大海了 绝无量就完全一样 迷了的时候是个个不相同 无量的时候是一样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我们从事实这个现象里面呢 要仔细观察 能够看得出来 到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 可以说 每一个人的妄想都不一样 纵然你说同 同中还有不同 不可能说 两个人的妄想是完全相同的 没有这回事情 不一样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妄想都洗掉了 都没有妄想了 那是决定相同的 无量无边众生也是相同的 离开一切分别妄想知足 就完全一样了 回归到自信了 回归到信海了 所以这个奇心动念呢 就是无名风啊 这样造成了啊 这个释法界 佛家讲的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世界 是这么造成的 这么来的 经常用这个炮啊 来做比喻 那么这说明 世界是这么会死心 不是真理 底下一段呢 给我们讲身体 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我们这个身是这么会死心的 四身 四身由性光之所变现 故意隐喻之 本性的光明 本性的光明 变现出来的四身 那个四身相非常之好啊 佛经里面讲的 报身啊 报身啊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这是我们本性里面的智慧光明变现出来的 你看经上讲的佛有三身啊 啊 发身 发身就是心体 啊 就是前面讲的性海 啊 发身没有像 啊 啊 报身呢 报身是智慧极具之身 啊 那个像好光明啊 是不可思议的 啊 我们今天这个身呢 啊 也是性光变现的 啊 这是将的硬化身 啊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性的光啊 迷失了 啊 或者说 这个光里面掺杂 许许多多的污染 不清净了 于是变现这个身呢 这个身就 色相就不壮严了 我们这个掺杂了些什么呢 啊 妄想分别执着 忧虑牵挂烦恼 无量无边啊 啊 经上讲的 八万四千烦恼 啊 无量烦恼 我们今天确确实实 是堕在啊 无量烦恼里面 把我们本性的光明 完全遮盖住了 啊 虽然遮盖啊 它还是起作用 啊 就如同下雨阴天 云才把太阳光完全遮住了 啊 它还起作用 啊 它还会从云层透一点过来 啊 我们今天这个色身 六道的身啊 啊 乃至于 我归地狱身 都是啊 浓云 弥补里面 那个星光透露出来的一份 啊 这时障碍越严重 这个色身的样子就越不好看了 啊 那么你这像我们讲迷雾的前身呢 啊 迷得前的人 他的色相就好看 啊 清净光明 迷得重的人 那色相就不好看 啊 我们看三窝道众生的这个色相 比不上人天 啊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世间人也常讲 向随心转 不但向随心转 你应当要了解 身 这个身的体质 也是随心转 啊 心轻转 你身体一定健康 啊 疾病从哪里来的呢 疾病是从妄想 烦恼里面来的 人如果 离开妄想 离开烦恼 他怎么会生病 啊 所以妄想烦恼 叫吃毒素啊 你看那个佛经上讲 贪嗔痴叫三毒啊 你要有严重贪嗔痴 那你的心坏了 这心不正常了 变现这个色相呢 身就不正常 不正常就多病啊 多灾多难啊 如何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呢 清净心 啊 清净心得健康的身体 慈悲心得向好光明 啊 人慈悲那个像就好看了 啊 所以你要想这个 相貌好 修什么 修慈悲心 身体好 修清净心 啊 这是你真正能真正能得到的啊 啊 啊 因为这个身心呢 因为这个身心呢 都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嘛 啊 啊 祝佛菩萨的体质 相貌圆满 啊 啊 啊 他为什么圆满呢 人家心清净 人家是大慈大慈大悲 啊 换一句话说 这个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污染 没有一丝毫的污灵 他的相貌当然圆满 啊 所以我们见到果啊 要知道因啊 啊 世间人相貌不相同 啊 为什么不相同呢 因为他念头不相同 啊 每一个人的妄想念头不一样 啊 假如你要看 发现到两个人面貌一样 啊 他并不是双胞胎 啊 两个人面貌一样 那么你再仔细观察 那两个人的动作举止会一样 啊 这两个人的命运会一样 啊 那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这个因很接近 啊 就是说 他的妄想分别执着非常接近 啊 所以才会一样啊 有共同的命运的 到什么时候命 这个相貌身体完全相同 成佛 佛佛道通 啊 因为成了佛呢 所有一切妄想分别 执着都断干净了 啊 那个时候的相貌完全相同 啊 成了佛才行啊 菩萨都不一样啊 啊 菩萨的相貌是 大同小异 哎 你仔细观察还是不一样 啊 但是非常接近 啊 到成佛就完全一样 啊 所以这个色身呢 是 自性里面的智慧光明 变现出来的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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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呛